大家好 突然我就想起来一个哈 就是这个 我跟王沪宁对垒 辩护 不是辩论 剧院门口 出来一个我还得夸 跟王沪宁对垒 摆垒台 辩论的话 其实也可以就是 题目就叫 传统文化是 全人类 会欢欣鼓舞 还是党文化 全人类会 欢欣鼓舞 这个 辩论的标题就是这个 我保证王沪宁会输的 因为他 根本就 是 办公室空想 他根本就不知道 人对传统文化的 就看了三十秒 预告片 欣喜若狂 久等 久汉缝干路 那个感觉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肯定输的 怎么辩论 他怎么跟我辩论 他都是理论 我们不谈理论 我们谈实际 我们谈全体人民 所有的世人 甭管是高层 中层和草根阶层 看到传统文化以后 他那个心情是欢欣鼓舞的 还是由衷的 喜欢 就是等待 欢迎 渴望 还是 拒绝的 咱们就辩论这个话题 肯定王沪宁输的 现在没有 居院还没有人 所以我说 跟王沪宁辩论 是我十年的经验 所以他 只要他把眉情说成白的 绝对是输 他必须得说真话 他说理论的没有用 还有这个 大唐盛世的国策 和这个政体和国体的 这些治国方针 执政方针 会使全人类 道德高尚 人业理智信都做得好 还是 五股丰登和国富民枪 还是党文化能够使 是人类能够做到上面这几步 标题也可以这样 那肯定王沪宁输的了 因为所有的人我都知道的 他们这几年对我说的话 对我 知道了神韵是什么 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 那种渴望回归 渴望归正 我等了多少年了 就是在等着这个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 那我就是要考虑去的 我说这个年轻人和这个 时髦的人都觉得古陶瓷 古陶瓷 古瓷器 还有什么 是传统文化 实际上不是的 那只是表面 那只是过眼烟云 器物 实际上是内涵 精神上的 大白话说就是对父母要笑 对配偶要忠贞 对朋友要讲义情 不要见利望利 然后对老板 对国家 对民主要尽忠 报国像岳飞那样 那皇上昏庸 他还是去为他就是尽忠 因为他是中央军火器的嘛 跟皇上平起平坐的嘛 都是研究国策的嘛 所以他就是要去尽忠 居然就是这样 老板不在的时候 像现在当代老板不在的时候 也要比老板做得好 所有的人都高兴啊 所以 就像这个现在已经演到三十 三十六集还三十七集了 这个猎场 现在热播的 YouTube上每天上传一集 这这个这个公司和公司间 公司之间要要找找高精尖的人才 人家不愿意他这个公司老板就道德败坏 就去挖人家的人怎么挖呀 拿色诱 色诱 用自己的那个女雇员去施展美人计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 其实这只是演的一个这个冰山一角了 其实那你说哪个公司不是这样啊 现在人类道德下滑的就是这样啊 真的 我非常感叹他这个作者写出来了 就是 其实中国大陆哪个公司不是这样 当要达到的目的又达不到 然后突然发现用美人计能够达到 你看他达不达得到那伤人或者是谋权 一个是钱一个权嘛 不就这两个嘛 人们要不得不择手段的去得到的时候 得到想得又得不到的时候 可能就要采取这些道德败坏的手法 这就不是道德仁义理智信 都是道就不是传统文化了 所以 其实他都是把这些违背 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坏人坏事搬上荧幕 然后呢 年轻人就跟着学 所以有的时候 虽然 搬上了荧幕 是以不好的形象出现 反面人物出现 但是 你稍微写的不到位 这个 胡歌演的是正面角色了 间接杜绝这种现象的 他认为 就是 违反商业道德 但是 中国有几家这样的公司 像胡歌演的那种 啊 制止这种 用美人计去搞商业情报啊 什么 挖商业人才啊 中国真的 很少有吧 不太可能 除非是修炼人 所以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 神韵的 这个 这个 近几年的获解获得金奖的这个获得者 呃 在中秋节演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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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 展示高高精尖的这个中国舞技术 已经到什么水平了 哎呦 在YouTube上你们就会去看 那音乐 那大气 哎呀 舞蹈动作简直是去年前年不能比的高精尖水平 我说这些 彭丽媛也是懂艺术 我这怎么就不懂 哎 哈哈 我这现在真的不不理解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来他一个 呃文化部 我我 开教考试啊 建议习近平搞个文化部开教考试 题目就是 如何能够恢复传统文化 这个像神韵这样啊 啊 啊 没有共产党时期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人类是什么样的 眼得淋漓尽致 哎呀 你说彭丽媛要稍微懂点传统文化 或者懂点艺术都不会熟视无睹的吧 都会邀请神韵去大陆的哈 比如说你现在让所有的艺术团都学 学神韵 排列 这样三千个艺术团 那不是在大陆各个城市都演 每个团都每个这个这个城市都有歌舞团嘛 这这这根本就不是很难的事 嗯 就是朝中无人了啊 都是谋私利 都不是为老虎大众哈 也不是为了真正的懂品位的那种欣赏和保留传统文化 所以他出发点不一样 积点不一样 就是为了有了官位 然后在那个位置想服务 都不是佣军了吗 都不成了佣军的富人了吗 所以 所以 哎现在我也 语言难尽 还有一个亮点和要点今天想起来要说的就是 这个传统文化受大众欢迎 这种和还是党文化受大众欢迎 这种这种辩论 为什么百分之百我能赢呢 就是 另外我为什么说王沪宁肯定要输呢 因为他担任的这三朝 没有一朝是人民道德高尚 国家国富民强 全世界都来朝拜 还不骂你 回去也不骂你 啊 器官活摘这么旺盛 所有的器 器官有毛病的人都跑中国来活摘 因为中国人愿意杀给外国人看 就这样的执政效果 执政结果 还建玉国经 还什么什么三朝 就说三个十年 你想 他不输啊 啊 他能赢吗 比如说 咱们就辩论 呃 我去推广传统文化 我讲的这一些短语 呃 呃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 呃 呃 我能赢 啊 德克奥巴英伯林 啊 文德逊的弹词整个母子 啊 一个 按照的 耶 给拉的奥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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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哈 刚才出来一个人 他现在 这是个小戏 小音乐会 所以没几个人 协调人分配我们 分配错了 所以 哈喽 文德逊的 弹词整个母子 咱们就算这个江泽民这个 呃 什么 上台以后找到的王沪宁 就算他89年找到的吧 呃 89年以后找到的 哈 就算他1996年找到的吧 哈哈哈 因为我1996 也1996年开始 推广传统文化的 呃 修炼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嘛 咱们就说 1996年以后的例子 你辅佐的三朝国君 你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 我推广的传统文化 在全世界各地 受到什么样的欢迎 呃 呃 所到之处 所练的人 什么什么病都好了 呃 什么什么道德都提高了 那那那那那个 呃 这个例子太多了 电视台上经常播的嘛 去看看 那个戏与人生的 都讲的是这方面 呃 呃 抽抽抽大烟的 吸毒的 呃 炼了以后都好了 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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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最著名的就是这个 这个方桂敏呢 这这都是鲜活的例子 以王虎能能辩论过我 绝对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我举的全都是现实的例子 鲜活的例子 也不跟我来理论的 没有用 咱们就举鲜活的例子 你 福 你因为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嘛 你这18年18年 28年吧 算算六四以后 辅佐的这三代人 三代国君 啥德行啊 把国家搞成啥德行 而 我推广它 我实践的这个传统文化 呃 这个一二零零七年 我也是全欧洲的 呃 这个 这个 帮一个 媒体集团 寻找 呃 九大赛 全都是传统文化的 这个协调员 我当时是 呃 全欧洲全都是我协调的 呃 呃 您是啥啥啥学院院长 我也不比你差啊 呃 所以咱们对等了 呃 呃 你研究 你那个 呃 三朝给 国君建议的那些理论 嗯 在实践中是把国家搞的 器官国 呃 器官活摘是 杀人杀的是全世界第一都 就这一点你就得输给我 哈哈 呃 而且你这个 这个 辅佐 辅佐的三代国君是 呃 十七的国家是 呃 呃 杀修佛修道的好人 就这一点你也得输给我 你根本辩论不过我的 而 我这个 这个 在 你附佐这三代 君王 篡政的啦 因为 国体和政体都是 不不合法的嘛 呃 他们 搞的这些 那你 和我 修炼的这些 或者是 呃 呼吁 制止迫害的这些 见到的所见所闻 我都可以给你 在辩论会上 列出来 叫你哑口无言 呃 现在 你迫害这十八年 你辅佐的国君迫害 修德修道的好人 修佛修道的好人 道德高尚 反正是要求自己 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的人 这么多年 你现在 什么结果呀 呃 世风日下 毒奶粉 毒这 假奶粉 假药 假这 假那 呃 现在连那个钱 商人 那个那个 白手套 呃 什么 女巴比特 呵呵 那都是假的 全都是别人的钱 呃 五十一倍的杠杆套 别人的钱 呃 这个 就是没有 几乎没真的东西 除了人民日报 那个日期是真的 没真的 呃 呃 你辩论肯定输的 呵呵呵 所以 我们每个人找 四个 或者三个 人作为自己的团队的 呃 辩论的 参与的人 呃 嗯 然后我们就在 通过Skype网络 然后 私下辩论也行 就是组成团队啊 然后 全国直播也行 反正网络直播嘛 谁愿意看 谁感兴趣 谁就看嘛 嗯 这样呢 你肯定说 呵呵呵 呃 呃 呃 习近平就 就傻吧 找这么一个辅佐的 这么失败的 这么多现实的 失败的 证据在这儿 他还敢用这人 还说这人是帝斯 还听这人的意见 他都都辅佐28年了 从六四开始 然后迫害法轮功 你看他这个迫害 呃 辅佐的政府 辅佐的呃 呃 政治家 政要 是啥结果呀 所以王沪宁肯定输 呵呵 我就把我这十年 推广传统文化的 呃 这个这个鲜活的例子 给你举出来 那些人多么 酒汉 得甘露 我给你举出来 你都得牙口无言 呃 你能赢吗 我觉得赢不了 啊 只要你敢接 咱们就打内台 咱们就变 兵不雪人 全给你稀了哗啦 呵呵呵 好 因为实际例子在那了 呵呵 你这二十八年 国家搞成什么样 除了器官活摘 假的任何食品 现在现在国际生育极差 所有的呃 都查出来 就在这个所有的亚洲超市 现在松花蛋都不让进 都含铅量超过 呃 欧洲人呢 允许的那个量多少多少倍 哈哈 好 这些 这些 但是这都已经发完了 没人了 哈哈 所以呢 我也遇到过很多 这个 他听我的话 然后他去这个买票 或者推荐朋友去买票 去看预告片 然后十四个朋友买票 你想想 那个人看了传统文化 他那眼都放亮光 哎呀 还有一个人 他说摸着那个传单的像 每年摸 摸了一年 每天早上摸一遍 他感觉有能量 然后他的生意兴隆 王沪宁你不输 输给我才怪呢 呵呵呵 敢辩论咱们就摆垒台 一人找四个人 一人找三个人 都可以 嗯 行 别的呢 自我介绍一下嘛 我也可以给 自我介绍我的简历 这个我当过网络媒体的 我现在是CEO 一个网络媒体的CEO 然后我曾经当过主编 这个网络媒体的主编 因为找到了 西方人我就不当了 然后 因为我 我也是人 人力资源部的部长 所以 这个 找到了西方人以后 我就不当了 在找到他之前 我是主编 也是这个 总经理 一个网络编辑部的 你们现在可以上去看 不过也都是德语的了 你们看也没有用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还有 恢复 啊 复兴 复兴传统 文化 艺术和 道德协会的 会长 这个是2014年注册的 那是有公正的啊 所以 我觉得 跟王沪宁也对等了 直称对等 毫不 迅舍 咱们就变一变啊 好 暂时就想到这儿 再见 我都是实践经验 你小心点 辩论的时候 理论不会服人的 理论 你的理论全都证实了呀 十 十八年 啊 十八年迫害 你也在台上吗 附着你的国君 啊 这个二二十八年 再说远一点 从江泽民上台 假如他就找到了你了 你就红的发指了 那么 现在你辅佐他的 理论结果 咱们大家都看到了 到处都是假食品 假产品 假这假那 中国人 我老公是一个 这个 纺织公司的 外销经理 那个凡是中国 他们的这个 供应商 当时就是中国 中国的工厂生产的东西 凡是made in China 全都撕掉 然后再推向市场 想想 从1994年 我结婚 我认识我老公 他们那个公司就是这样 要求所有的雇员 中国产品 因为他们是 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嘛 然后再运到这边来 他们是生产 全都是德国的设计 德国的构思 然后用中国的劳动力 然后再运到中国来 凡是所有的这些 纺织品上面 有这个 都是高级这个胸罩了 比基尼 手套 冒头 冬天是冒头滑雪的那一套 三合一 冒头 手套 微薄 夏天是比基尼 男女泳裤 男女泳装 就这个 只要是没的人 恰意拿 全都摘掉 有一个车间就干这个 你想想 中国的生意太臭了 就是王沪宁辅佐的三个国军期间干的 把中国的名声都给搞臭了 这个大哥呢 所以你肯定输 王沪宁跟我打哪台 肯定输 好 恢复传统文化重要 还是保党重要 党文化保下去重要 国民 国民经济 或者是 这个艺术住行 人类 从哪说 你说 马恩列斯的这一套理论 是还有存在的必要 还是回归正统 回归传统文化重要 咱们就辩论 你肯定输 因为你实践都在那证明了 你的果实都在那证明了 而修炼人 美国有一个特种部队 全都在大部分都在练法轮功 凡是练的 上到将军 下到士兵 凡是练的都出神迹 哎呀 哎呀 那网上都有文章的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 那什么病都好了的 那就更不要说了 这个谁是肝硬化嘛 那都不行了嘛 那个关桂敏啊 那是最著名的嘛 还说啥呀 就富彪那病 他要是练法轮功早就好了 还是要修心了 好 今天暂时就说到这儿 反正我觉得 从资历上 王沪宁 比我大两岁 绝对辩论打擂台 是我的手下败将 咱嘴 说话慢 我从小就什么都慢 吃饭也慢 但是 我说的都是事实 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都是成果呀 真善人所到之处 传统文化 修炼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嘛 传统文化 所以推广传统文化 前几天的脱口秀 我也都说了 那个人都流泪的嘛 真正去看了预告片 或者是真正去听懂我 推广的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等待已久 都流泪的 所以你肯定辩论 跟我打擂台 肯定输 好 暂时就到这儿 再见